我是一名医生 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在研究怎样帮助他人摆脱疾病的痛苦 我再也没有想到 我会用十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 医生是怎么去杀人的 我叫王志远 曾经在中国大陆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 毕业之后 先后担任航空军医和航空军医主任 长期从事航空医学的保证 也曾经担任过航空军医杂志的编委 在文革之后第一届全军军医学 任何委员 1995年来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心血管研究中心 从事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研究 2006年3月9日 一条新闻改变了汪志远的生活轨迹 美国的中文媒体大气园和新唐人电视台 分别报道了两名证人指证在中国的苏家屯 有一个关押几千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那里的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我和我的前任丈夫是在1999年至2004年之间 在这家医院工作的 我的前夫曾经是宅除法轮功学员 器官手术的一名脑外科医生 我在这里替他跟你们盗窃 曾经听我前夫说过 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 好多人还没有咽气 他们的器官就被宅除 被宅除后有的人直接就 丢在分射炉中 没有留下任何迹象 我的丈夫也曾经提出过 不要做这种手术 但是那个时候 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当时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 我第一感到很震惊 说这个很严重 而且第二来我还不完全相信 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常理上来讲 常识上来说 就觉得这个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超出了我的这个 这个常识了 感到这个过于太严重了 规模过于大了 因为当时他讲的是在苏家童 就关了六千多法轮功学院 艾利亚这个女士的先生是疑神吗 经他的手就摘了两千多名法轮功学院的旧魔 当时我们这个追查国际的主要的成员 我们就聚集一起去研究 讨论 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 所以大家共同认为 赶紧调查 先不带观念 理解也好 还不理解也好 不要去想象 那就去调查 直接到一线去调查 2003年 王志远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 追查国际 主要是调查在中国发生的 对法轮功学院的人权迫害 并公布于众 从1999年7月份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发起了一场 针对官方统计有七千万人修炼的 中国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 根据国际主要媒体报道 就有五千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虽然追查国际 调查过各类 针对法轮功学院的酷刑迫害 但是活摘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打通了苏家童的医院 当时医生护士证明没有问到什么 打通了 但是没问到什么 我们就打通了他那个锅炉房 锅炉房的工人说 他们那里有风烧啊 这个尸体还比较多 男的女的都有 而且他们还捡了这个什么 耳环啊 首饰啊 这些东西 手表 这就是我们非常感到 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光听的那个消息 震惊不可思议 但没有具体的东西 但这里呢 直接问到了锅炉房 讽刺灭积 涉嫌讽刺灭积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在我的影响中 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医院 有锅炉房来烧尸体 都是医院有太平间 这个廷寺房 然后呢 殡仪馆来 这个火葬场 这个把人拉到那里去烧 但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医院的锅炉房做这事 所以这件事情啊 就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影响 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 经过讨论 决定对国内从事 器官移植的医院 进行调查 从2006年到2007年 他们以患者家属 需要找医生 询问调查了23家医院 主要是了解 是否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得到的答复 让人大吃一惊 调查对象 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移植病房医生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6日 的病人 什么呢 喂你好 你是中山医院 对 选择地方 你去 盖藏医治中心吗 对 什么事 我是要咨询医生 待会啊 我在医生呢 好吗 好 好 喂 喂 你好 你是医生吗 这个医治手术啊 可以做的 那要等多久啊 你好 一个礼拜 首要就可以做了 调查对象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5日 宋主任 然后他那个医生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肾源挺好的 就是说那个他练功 练什么功练法轮功 练法轮功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练功的想你要给他这么一个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 多是有呼吸或者有心跳的一些工具 我们会有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 今年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伸张 归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是 对这个北京 住在北京丰台的 这个解放军 307亿元的 剩一支科的 剩原联系人 叫陈强 这个人 这是我打的 我跟这个人前后 将近一个月的接触 打了多次电话 就是一个患者家属的身份 在打 他这个人说的就非常直接了道了 他这样说的 我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 用作法轮功器官 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你怎么能确定 这个法轮功血缘的身份 怎么确定 法轮功身份 他这样给我回答 到时候我们上面 会给你出示材料 你懂吗 调查对象 解放军307医院 肾移植联系人陈强 调查时间 2007年4月至5月 你这个东西呢 你怎么确定 他是法轮功血缘 这一点 你了解过吗 怎么确定法轮功血缘 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这边 头上面 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 知道吗 他会出资料给你 给你放进 那好 因为我现在给你 他人家有资料 个人典历 什么资料都有 那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白了 我这边呢 全部都是 我们那边也是冲着关 上来有上来的人 知道吗 像这些资料都 你收我都拿给你 知道吗 那好 我就说 据说 有些人 当初法轮功学员 大量的上网 当初法轮功学员上网 不报姓名 不提供地址 这样一些人 关起来 很有可能 这些人 比做货财器官 他说你懂吗 那我都知道 那是零三年 大量的 不报姓名 留代号 你懂吗 不报姓名 用代号管理 他们这些呢 前些年 因为法轮功学员上网 没报姓名的 他们偷偷关起来了 这些没有登记 也没注册 这里面 像这里面的也很正常 你知道吗 他就没留 我跟你说 他在里面 没留姓名 他都留代号 你明白吗 对对对 但是像这些年 你不留姓名的 全部代号 我这个比你明白 全部都有代号 留档案 是这样的 那他光有代号的话 应该还有 真实名字的档案 也是在里面 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 他只能留代号 还有根据那个手印 个人的手印 他根据那个来 知道吗 那就等于是 把他们这些人 编了号 关起来了 那肯定的 你知道那些 他不编号 到时候乱套了吗 什么根据都没有 那哪行啊 这个人 我是07年 跟他调查 就那时候 还是这样 办公开状态 你想想看 是多么严重啊 所以说 我为什么 感到心情很沉重呢 就感到他那个说话 他这办这事 完全是一个 常规业务在做 而且大规模的在做 明码标价 当时联系一个圣 他要我25万 要23万 我为了 是他 更那个相信 我给他多给2万 25万 一个圣 圣医治 当我们 听到这些 医生回答的时候 是那样的 自然 知道吗 那么直接 一开始 就在那几天 一开始 广播广那几天 甚至没有太隐晦的说 你比如说 长征医院 上海的长征医院 就直接说了 我们这都是个 就这样的回答 当然有些医院 后来 我们打的有些医院 就开始隐晦了 就不直接说了 这些事情 不跟你解释不清 你来 当面谈 南方周末 是中国共产党 广东省委机关报 及南方日报 主办的系列报纸之一 2010年3月 中国的一份报纸 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 题目是 器官捐献迷宫 但见器官不见人 文章说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 2000年 中国的肝移植 比1999年翻了十倍 2005年又翻了三倍 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那就意味着 在短短六年的时间内 中国的肝脏一年移植数量增长了三十倍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增长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调查 首先他们从网络上一家一家的统计 在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 以及中国公开的一些肝肾移植的数量 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当的惊人 中国大陆99年以后 出现了一个器官移植业的爆炸性增长 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医院的数量上来说 99年以前 一共19家医院 99年之后 2005年就发展到了500多家 相当于20多倍的增长 从肝移植的数量上来说 99年之前 20年的累计数量只有135例 91年到98年 这8年期间 一共78例 可是99年以后 同样的8年 99年到06年 这8年 是多少呢 14085例 平均每年是1700多例 多大的数量了 180多倍 什么叫爆炸性增长 这就是爆炸性增长 中国的器官移植业 爆炸性增长 逐步影响到海外 2006年2月 中国凤凰周刊的一篇报道 描述了2002年以后 海外人士到中国 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 也在急剧增加 报道这样说 根据大韩移植协会 曾对在中国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后 回国的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1999年 2000年和2001年 前往中国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 分别只有两人 一人和四人 而从2002年 人数开始急剧增加 报道引述北京一家 器官移植中心的 韩国负责人的话说 在天津 北京 上海 杭州等大型医院 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 韩国患者 每月达70至80人 如果把中小医院 加在一起 在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 每年达1000人 不仅如此 韩国人还带动了 复华器官移植的 国际风潮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 沙特阿拉伯 埃及 还有美国 加拿大 等世界各地的患者 蜂拥而至 一个国家的器官移植行业 这样在短短几年内 爆炸性的增长 这确实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那汪医生的话说 这不是服装来料加工 甲甲斑就可以生产出来的 这是一个一个 人体器官积累起来的增长 那么 这些器官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器官积累起来的 2005年11月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菲律宾 召开西太平洋区会议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黄杰夫 参加了会议 并首次提出 中国的器官移植工体 大多数来源于死刑犯 仅仅几个月后 中共外交部 又推翻了黄杰夫的说法 2006年3月2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利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 是极个别的 而在2006年4月10日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 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移植的器官 主要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在两年中 这些中共官员 在不同场合的说法相互矛盾 一会儿说是死刑犯 一会儿又否认 一会儿又说是器官捐赠 那么事实到底是如何呢 作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 黄杰夫曾经公开讲 圣移植的数量大 五千五百到一万 他们公开承认的就是一年大概是一万例左右 就干圣移植一万多例 那这样的话一万多例 如果说以死刑器官 绝大多数用死刑器官 那是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一个 大家公认的 这个干圣移植的 这个配型几率 比例 百分之六点五 也就是说 一个人做生意志或者干意志 至少要在十五个人的人群中 才能有可能找到一个人 那么这一个人 还有没有可能同意倦限 那么他还要死掉 生病死亡 或者意外死亡 或者等着 因为死刑犯了死刑犯 处决死亡 那还遥遥无期 所以说 这个外国人 对器官 等待器官移植 比做什么呢 说 像在天上的星星一样 你想想看 这样的比例 如果说按照黄建福讲 全国一年是一万的话 那至少 你得要有随时 取用的 可以杀的 十万多人 十几万人 从2007年起 中国的死刑犯 必须有最高法院 复合后才能执行 那么中国最高法院 一年会复合多少死刑犯呢 根据腾讯网一篇名为 你应该知道的 几个死刑数据的报道 从2013年7月2日 至2014年9月30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 一共公布了152份 死刑复合裁定书 其中 复合死刑案件147起 复合不核准案件5起 核准死刑人数165人 据报道强调 资料来源是 中国裁判文书网 而中国裁判文书网 是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的官方网站 如果最高法院的统计是准确的 那从2013年7月到2014年9月 中国执行的死刑犯 只有165人 根据中共的媒体报道 从2015年起 中国将全面停用死刑器官 完全用捐献者的器官 那么中国的器官捐献现状 到底是怎么样呢 阳子晚报 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都市报 2011年2月25日 中国江苏省阳子晚报报道 据江苏省及南京市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 自去年3月 成为全国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市之一以来 南京整年来没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 而且在过去的20年内 南京也仅有3人捐献了器官组织 为了了解2015年的一年的器官捐献情况 追查国际曾于2015年12月6日至17日 分别调查了北京 上海 天津等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机构 调查对象 北京红十字会职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6日 北京那个是红十字会是吧 对对对我们就是值班的人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那个是有一个亲戚要做那个移植 那医院都说那个就是红十字会呀 就是说你们这边就是说有有有都是这边捐的 我就想问一下 那我们在这边红十字会这里 就是那个有捐献的吗 您是指的那个器官捐献吗 对器官捐献 我们是北京市红十字会 现在这个工作我们还正在筹备阶段 调查对象 天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1日 问一下你们这里那个捐献有多少人捐呢 呃什么意思就是从从监护到现在有多少人捐献吗 对对对对有多少个 有170多位 啊你们是 啊对啊 这里面包括包括包括那个尸体捐献呢 啊不包括 我们这次那个都是健康的人 给那个捐献去捐献 啊啊啊啊 那从从从从什么时候有捐了100多个捐了几年呢 哪一年开始 从03年开始 呃2003年啊 啊对 2003年到现在捐了100多个了啊 对对对 调查对象 上海黄浦区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的职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7日 捐了几个啊 呃上海市实现了武力 哦实现了武力哈 因为你说捐献就什么 因为各个区其他区的情况我不知道 嗯 实现了是实现了武力 哦就是咱们上海市实现了武力是吧 对 这是一张上海长征医院移植科公布的肝肾移植登记表 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 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公肝时间为一周 而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统计表明 该医院2005年533例干移植 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那么在世界上器官移植最发达的美国 等待的时间是怎样的呢 美国有1.2亿的自愿倦献的人群 有发达的全国倦献系统 还有这个发达的全国的器官 还有这个发达的全国的网络系统 就这样 美国卫生部2007年报告 肝肾移植贫穷等待两至三年 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美国前副总统切尼 在2012年报道说 他为了移植做心脏移植手术 在互联网的排队 等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了手术 等到得到了一个器官 你想想看 在美国一个副总统 做一个器官移植要等待两年多 可是在中国 两至三周 一至两周 最快的四小时 当然我们根据这个事情 我们除了这个网络上 这个资料上的分析调查之外 我们还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就是打电话到大陆 在器官移植中心 调查对象 上海黄浦区红十字会 器官捐献办公室的职员 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7日 请问你齐海志在吗 嗯 你是哪一位 我就说你们那里现在坐 该移植要等多长时间 要不要等啊 嗯 短的话就几天吧 长的话可能两个星期以上吧 两个星期以上 不一定 有的时候几天 有的时候几天就可以住是吗 对 对 对 平均等待时间一至两周 这已经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在调查中 还发现了更离奇的事情 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中 居然存在着急诊移植 这是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 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 收集的29个移植中心 8486例肝移植数据中 4331例注明了是否是急诊移植 其中竟然就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 占总量的26.6% 什么叫急诊肝移植呢 就是在72小时之内 紧急给那些重症肝坏死的人 进行做患肝手术 这叫急诊肝移植 第二中医大学 驻上海的长征医院 2003年 他报告里面说 2003年到2006年 三年期间做了120例 干的急诊移植 其中最快的是入院4小时 急诊肝移植 这在医学的历史上是奇迹 不可思议的 这就必然有可能 就有这种可能 他们既然这样做了 那就说明啊 他们有一批 随时可以取器官的人 在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取他的器官杀掉它 那只有这样的情况 才能买足 他们这个几个小时 最长72小时之内的 紧急干预诊 对于活摘的调查 比较难的就是现场目击证人的取得 或许是有上仓的庇佑 王志远和他的团队 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现场目击资料 其中之一的是2009年 一名中国辽宁的武警 想追查国际的调查员 讲述了他现场看到的 活摘一个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情况 辽宁的一个武警 是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现场石墙的警卫 他当时担任这个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 4月9日 这个人通过了一次事以后 目睹了整个的活摘器官的过程 因为过于惨烈 对他的精神刺激很大 良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所以长时间 就是失眠 心生不定各方面 这样单位就没有让他继续再当警场了 过了几年以后 他给我们就拘报了 以后王贤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你就帮我转载这些东西 好 我答应你 那个如果我要是死了 你就找找那个 找找别人 或者是打听我这个 或者是把我的这个事意 做成一个文章 我我倒是不是为了让他知道我 为了让更多的我出来 敢说真话 哦你的目的是这样子啊 哎呦你太伟大了 没有那么伟大 我也很龌龊 那个时间你好像没告诉我 2002年4月9日 4月9日 对 4月9日下午5点 开始解剖 时间进行了三个小时 当时我们经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言行拷打身上已经有无处无数次伤疤 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神志不清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又给他他又不吃东西 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往他的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是强行给他灌你知道那个把他鼻子鼻子捏上他他就是人的本能就必须喝于是为维持了他这七天受了15 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 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在这个就是某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 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我我也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个时代演习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士但是看到他们我我我这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带着他 这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杠那个女人就嗷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从胸口的时候画下去的时候他喊了法轮大法好嗷嗷在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这个你你杀了我一个人我我具体大概意思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的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 我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他还继续的继续然后把血管 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减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就是我给你学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的撕裂那样是然后就啊就就就就就一直这个张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大嘴哎呀嗯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他跟这个人的谈话录音很长的我们这两次报告只是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呢这个人呢 嗯 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医院做的 他说他死了以后才全部报告 因为我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他这个人死亡的这个消息 我们只是报告他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他还活着 当时听了这录音啊感到非常震惊 这个非常惨烈 我感觉到呢这个不是一个单从的常规意义上的器官移植 采取器官 买卖器官 它是一个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的一种延续 是一个极端的酷刑 提起军队警察法院 在平常的观念中 这些机构都是在保护民众的 但是在采访中 有多个医生谈到他们是从监狱 法院 610 政法委甚至军队那里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那么事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这些部门 追查国际改变了他们过去的办法 他们常用的做法是 用中共领导人的秘书 国家安全局 中纪委的专案组官员的身份来进行调查 机构介绍 政法委是中共对国家司法部门实施领导的一个党内机构 具体职能是指导协调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工作 1999年6月 为了镇压法轮功 中共中央设立了610办公室 与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属办公 调查对象 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 调查时间 2012年4月13日 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 您哪位 我是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 我们那个 你好你好 这个就是关于对薄熙来在辽宁的一些事情 我们想向你这个了解一下 哦 好啊 你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去 那个我们先那什么吧 那个我们先电话里头先那个先了解一下 如果要有必要的话 我们先去 我们再给你罚函 那个请你过来一下 好 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 你说 头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 这个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 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 嗯 联合一号 好像有 他也是正面的 好像还是正面的 那个是昨日常委会讨论啊 好像还是正面的这些东西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你问这个问题我有点 你在什么位置啊 现在啊 如果唐俊杰说的是事实 那么按照常理 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中 也应该有人负责这项工作 而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对象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调查时间2012年4月17日 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是哦 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 这个 这个我们这罗干同志 这个睡觉了 然后他有这个计划让我 这什么 转告您一下 哦 这个他们好像是说 得我们得到消息说 想在您这个 离开这个期间 还有这个 咱们贾庆林这个离开期间 这是想这个 用这个 摘取摘压 这个反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给薄熙来他们定罪 这当时 李长春在对话中提到的 周永康分管这项工作 从逻辑上的推理 与辽宁省政法委 唐俊杰承认自己分管这项工作 是吻合的 调查对象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 调查时间 2006年5月22日 喂 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一厅吗 对 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 我们一直都是在跟 法院的看守所呀 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 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 肾源供体 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 你们这个法院 还能不能提供 就是这样的供体 那得看你们那条件吧 得领导跟领导商量 人家条件好了 我们估计还能提供 是吧 对 看你那啥情况 这个 我会把你这个情况 向我们听党汇报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听党自然会跟你联系 那么军队系统到底是否参与活摘器官 中共的最高层知道这些情况吗 调查对象 原中国国防部部长 梁光烈 调查时间 2012年5月4日至10日 访问美国期间 喂 这个您是国防部梁光烈部长吗 您哪一位啊 我是那个 这个我们那个 有几个简短的问题 问一下 这个他这个王立军 最近几天 跟我们有一个新的 就是提供了新的情况啊 就是他曾经 跟这个部队的这个医院合作呀 用这个在压的这个法轮功 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 这个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那个请您给我们那个 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部队的这些三甲医院 用这个在压的 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 这方面的事情 你这个有两个事啊 告诉你啊 嗯 一个是我在国外 嗯 你这个电话打了以后 我不好证实你的身份 嗯 啊 第二个他这个所说 你所的那个事情 嗯 我也不关这个事 嗯 这是属于 那个是不是应当属于 总后勤部负责呢 那那你要去问问 他们谁谁关这个事 嗯 就是这个 就是您那个 在您的做那个 总参谋长 这个期间 那个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 这方面的事情 听说过 因为我说关局务公众 我不关那个 后期遗疗的事 嗯 那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那个 如果部队负责 看管一些 这个器官移植 供体的话 那这个事情 嗯 听说这个事 啊 就是 那个军委 军委开会的时候 那个有没有 讨论过这个事情呢 讨论过这个事情 调查对象 原中共解放军 总后勤 卫生部部长 白淑忠 调查时间 2014年9月30日 喂 是原总后卫生部 白淑忠部长吗 啊 您是哪里啊 哦 我们有一些情况 想向您了解一下 啊 啊 你你你怎么让你 你你什么时间 有什么事你说 嗯 是这样 就是在您那个 担任这个 总后 呃 卫生部长的时候啊 就是呃 就是摘取 在压法轮功人员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 这件事情是 当时的总后部长 王克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 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 江 江主席啊 嗯 对一个 有一个批示 嗯 有一个批示的话 就是说 嗯 啊 说开展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些事情 就是器官移植 嗯 嗯 后来江主席听说 有一个批示 嗯 就是人员卖肾 做手术 这个 应该说 就是开展 摄移植的 不但是军队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江 很重视这个问题 很重视这个问题 谁很重视这个问题 江啊 当时啊 江在位的时候啊 嗯 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 呃 都有批示的 您是这个在从98年至2004年担任这些 对对对 当然为什么不让总好为什么不让98年到04年 那么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 是否了解江泽民是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元凶呢 根据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建议 追查国际调查了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嫡系的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张高丽 将要访 这个哈萨克斯坦 这个国家 好 我们觉得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样我们就对张高丽的心中 进行了严密的观察 调查 掌握到了她的飞机的班级 时间和她下她的宾馆 在她下她之前 就是飞机降落之前 就了解到她宾馆 并且拿她电话 在她下飞机以后 刚进了这旅馆 其实可能也就是 还没坐稳的时候 电话就打到了她那个 这个联络员手里 然后联络员就把这个电话 去交给了她 调查对象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调查时间 2015年6月24日 这样的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 在刘秘书 这个 刘秘书你好 你好 江泽民同志 有几句话 让我转告你 说最近啊 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 控告江泽民同志 说追究江泽民同志 下令 择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责任 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啊 他希望您呢 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 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 你能做到吗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追究几百万活在法轮功学员 器官之间是责任很大很重 你知道吗 你能讲的 我现在喝茶喝酒饭 对 放假回去 对 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你得要 那你去陈江泽民同志 去抗军吧 好 还有一个我叫问一下 你说 还有就是现在 好 行 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江泽民下令 下令 采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这事情责任很严重 好 那行 那你这个事情 那你这个事情 一定要回去抓紧啊 还有一个 这个剩下的一些法轮功系列者 也得处理好 不能出疲漏 好 那就这样啊 好 再见 我们就以江泽民的秘书 刘秘书 的身份 就给他打 说现在啊 有上万的法轮功学员 在控告江主席 下令活摘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件事情 兴致非常严重 责任很重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在答应 而且要他 在政治局常委 开会的时候 要阻止 追究这件事 而我们四次提到 江泽民 江主席 下令 活在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 而且给他强调了 这个责任 非常大 非常重 性质很严重 你理解吗 他都答应 没有任何的怀疑 反对 辩解 而是说 坚定地说 一定 一定 去阻止 并且让江泽民 说要将主席放宽 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越来越痛苦 这里面绝对不是几千个 几万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摘了器官 这是一个国家行为 不难想象 在中共政权庇护下 会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 被虐杀 2016年6月22日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资深调查记者伊森格特曼 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 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 良心犯器官数量惊人 我们通过大量调查 发现中国大陆2000年以后 器官移植的规模相当惊人 只有865家医院 9500多名医生 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 其中有712家医院是肝胜移植 我们调查中平均每年2至3000例的医院 有多少呢 有96家 数字相当可怕 所以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讲一个这样大的范围 有这种可能性 但我们还不能认定它就这么到 通过多种的信息 大量的证据证明 中国大陆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但是具体多少 我们把这些资料爆出来 希望国际社会深入调查 得到一个真正的言论 2016年6月1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 以呼声表决的方式 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 强摘器官行为 李祥春 追查国际外事办主任 医学博士 343就是作为一个决议案 美国国会有史以来 第一次公开的用决议案的方式 承认 说明他们已经知道 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存在 第二个数目庞大 第三个很关键很关键 他这个决议案里面讲的 就是说是中国的政府的国家行为 他讲state sanctioned 就是说是政府批准的 这么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跟其他的所有的 这些个有关器官贩卖 那种黑社会啊 或者那种个体 或者是小团体犯罪 是完全性质不一样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样一个政府组织 在大规模的这个战学器官 随着343号决议案的通过 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主要媒体 开始关注报道中国发生的活摘事件 以色列和台湾还相继通过了 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法律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中国 一部杀人的机器已经形成了十几年 几句谴责几个抗议 是无法让他停下来的 那这个人呢 一旦卷入到杀人的机器里面了 一旦呢 在这样爆炸性的暴力的处事下 那就不管是 是杀法轮功学员了 那就很有可能 什么人都杀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是说这个世界的多少的问题 2016年 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调查 2016年4月19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 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先锋分局 非法抓捕到原名社区警务室 4月30日 家属被告知 高一喜已死 而中共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 在电话中高调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 器官被摘后卖了 调查对象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朱家斌 调查时间2016年6月21日 你把人器官摘完了 那就没事了 都卖了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 你们参与活摘了就卖了就卖了 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 你还这样说话 你良心没有了 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 你迫害好了 你把人家 你卖了 你还 你还这样说话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现在有油斩量啊 站在我面前 我希望把你活摘了 你 我跟你说啊 老子 老子外号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 你还有人性吗 你还是人吗 下回吧 下回给我打电话 给叫我名 我改名的 我现在叫屠夫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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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